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都曾是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在他们的年代里通过自己的实践去雕刻历史的模样 青年和祖国的关系 从不是单纯地被裹挟在时代大潮里的一颗石子 而是历史的参与者 奉献者 铸造者 青年将历史催化 为时代推波助澜 这便是我和我的祖国 你看 当五四运动的旗帜飘扬在街头时 情急毅力的正是青年一代 他们用自己的鼓和呼 去呼唤一个时代的风潮 当抗战风火燃烧在中华大地时 奋起反抗的正是青年一代 他们用自己的血与肉 去守护一个国家的尊严 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 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时 京城奋斗的正是青年一代 他们用自己的气与力 来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大江南北时 策马当先的也正是青年一代 他们用自己的长与世 去构想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走到转折点或是交叉口时 总少不了中国青年的身影 这既是时代赋予青年的伟大使命 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新生代的青年人 作为敢想 敢做 敢拼 敢试的一代 所需要继承的 不只是前人留下的幸福生活 更是要铭记那些历史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并最终在明天这张 无限希望的历史画布上 写下属于自己的一张 我十三岁出道 幸运地拥有了很多人的关注与支持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大家的帮助和鼓励 都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与此同时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我也愈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拼搏是我们一生当中 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我人生中学会的第一句诗 是我爷爷教我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之等形 磅礴的诗句和辉红的表达 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对我影响颇深 因此 在工作 生活中 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 这首启蒙诗都会时刻提醒着我 要用顽强奋斗的精神 去克服前队的每一个难关 践行时代今年的使命 而作为一名青年文艺工作者 我在工作过程中 也遇到过很多热泪盈空的时刻 当我看到支持我的朋友 因为我的呼吁和号召 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 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归行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我会发自肺腑地感到开心 当我走出国门 站上联合国的舞台 并在那里看到很多同伴 正用自己的方式 向全世界展示着 中国青年的风采的时候 那种自豪感 游让而生 而当我携带着自己的作品 来到电影艺术的殿堂 看着中国影人 在国际电影节中 掌握佳祭的时候 那种心情更是异于言表 18岁的我是祖国年轻的血脉 在正青春的年纪 我想我应该从自身做起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大家传递 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在这个信息迅速更迭的时代里 有时候我们失去的 是纯粹的专注感 因为生活的匆忙 和信息的爆炸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走进了深陷泥沼 心却在指点山河的尴尬景点 诚诚恳恳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并不意味着要我们放弃 所有的梦想与渴望 抛去对哲学与真理的追求 而是提醒我们要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这大概是说着容易 做起来却最难的一句话 我们要做的 仅仅是从成为自己人生中 最美好的人开始 如果你坐在教室里 你就看你自己手上的书 听听讲台上老师的声音 如果你正在实习 准备参加工作 那么就从你在那间办公室开始 干好手上的事 将来到了养儿女的年纪 不要说出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话 而要多去看看你 多去看看曾经的自己 分离奔跑 勇于追梦 这才是青年该有的姿态 向上向善 求真求实 这才是青年该有的精神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总有一些记忆不会改变 总有一些理想不会动摇 总有一场人生 需要你去奋斗和珍惜 一百年前 一群有志青年 掀起了反帝爱国的风潮 一百年后 新时代的青年 正愁愁满志 异性磅礴 时刻准备着 书写祖国崭新的赞歌 致敬坚毅的青年 坚毅的你 强国一代有我在 奋斗青春最精彩 谢谢